1814年的夏天,16岁的少女玛丽偷偷离开家,带着妹妹上了情人的马车,三人私奔到法国。 她爱上的男人,是那个浪漫时代最著名的才子之一,诗人雪莱。 当时的雪莱21岁,有妻有女,但她毕生信奉free love,认为每个人都有随时自由去爱的权利。 嗨,我是娜娜,今天给大家分享英国才女玛丽雪莱的故事。 虽然在文学史上取得不小的成就,但玛丽雪莱更为人熟知的身份,还是诗人雪莱的夫人。 爱上雪莱,可能是玛丽最大的幸福,也是一生的挑战。 18世纪下半夜,英国社会上各种思潮涌现,知识分子怀抱着不同的政治理念,都相信自己的信仰能令世界更加美好。 威廉·戈德温有三个社会身份,作家、记者以及政治哲学家。 他倡导的政治哲学是无政府主义与效益主义。 在18世纪90年代,戈德温是伦敦最著名的激进分子,她的理想是推翻君主制,来场类似法国大革命一样轰轰烈烈的运动。 戈德温遇上一位叫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子,她与戈德温一样独信人人生而平等,女人应该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。 这位写过女权辩护一书的玛丽,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创建者之一。 他们结婚了,很快女儿出生,玛丽却去世了,这位女权斗士最终是死在了千百年来女人最大的战场,产床上。 戈德温给女儿也取名玛丽,全名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·戈德温,父母都包含在名字里面。 由于经济原因,玛丽只受到短期的教育,但身为知名学者的女儿,她在父亲身上得到的远远比学校教育多。 从小到大,戈德温家常有名人拜访,玛丽耳荣木然,婚意匪浅,而戈德温也对女儿寄予厚望。 少女玛丽·戈德温是个爱幻想的女孩,她是否遗传了父母激进的政治基因呢,我们不清楚,但她一定继承了父亲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 父亲再婚后,玛丽的日子过得不太舒适,但她有自己的乐趣。 被父亲送去苏格兰的玛丽,幻想出无数的玩伴,在空旷的田野里与她玩耍,陪她度过日日夜夜。 人们怀疑,就是在苏格兰,玛丽遇见了诗人。 16岁的那个春天,已经挺挺玉立的少女回去伦敦父亲家,不久一个叫珀西雪莱的年轻人就常常登门造访。 雪莱,倾慕哥德温的政治理念,是她的追随者,且受她影响颇深。 雪莱承诺哥德温将帮她还清所有债务。 我们很难相信,雪莱如此慷慨,单纯是因为崇拜哥德温。 这对恋人在墓地偷偷约会,大概三个月后,诗人告诉少女,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。 诗人的激情也点燃了少女的热情。 于是,雪莱们相信,她们就在墓地里得到了感情的升华。 我也不知道雪莱们研究这些细节干嘛。 哥德温反对女儿的这场浪漫爱情,虽然雪莱呢,才华横溢又有政治抱负, 但要命的是,21岁的雪莱已经结婚三年半,有一个孩子。 而就在她跟玛丽甜蜜约会的时候,她的妻子正怀着二胎。 很俗套的,诗人告诉少女,她会离开妻子跟她在一起。 爱情上头的少女决定跟她私奔去欧洲。 这不是诗人的第一次私奔,她第一次婚姻就是私奔来的。 对于相信爱情就是全世界的16岁少女来讲,这都不重要。 她简单收拾细软,跟爱人跑到法国,还带上了自己一父一母的妹妹,听上去有点奇怪哈。 她的妹妹凯莱尔呢,是父亲的再婚妻子带过来的女儿。 三个年轻人在刚刚被战争蹂躏的法国土地上游历,不到俩别就没钱了,只好回去英格兰。 雪莱父亲呢,再也无法容忍不停知道丑闻的儿子,拒绝支付生活费。 而玛丽呢,也高顾了父亲对自己的宽容和爱。 这对贫困无助的情人,只好和妹妹凯莱尔一起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。 事实上,戈德温呢,也无法给予女儿资金上的协助。 身为一个社会激进分子,她也一辈子都缺钱。 玛丽怀孕了,但诗人并未因此对她有更多关爱。 诗人每次在爱人怀孕的时候呢,只会做一件事,就是寻找新的情人。 这次她不需要多费功夫,机会就在身边,她与卡莱尔在一起了。 与此同时,雪莱妻子生下一个儿子,作为雪莱的合法子嗣,将是雪莱家族的财产和爵位继承人。 珀喜雪莱呢,她推崇自由爱,free love。 她也建议啊,玛丽去追求这种无拘无束的恋爱人生。 她甚至直接介绍自己的好朋友给玛丽,希望呢,她能够与之相恋,实现呢,free love,大和谐。 玛丽愿意尝试,但这位男士呢,最终成了她的蓝颜知己,而非情人。 玛丽生下一个女儿,可怜的婴儿只存活了两个月。 孩子的去世对玛丽打击很大,她由此开始对生命的思考,这种思考出现在她几乎所有的作品中。 很多人相信,正是长女的夭折促使她写出《弗兰肯斯坦》这部伟大的作品。 但生活中也有好事发生,雪莱的祖父留给她一笔遗产,两人呢,拿着钱去海边度了假,之后在温莎附近租了一栋小房子。 这短短的一年,大概是玛丽最快乐的时光。 在她后来的著作中,她称此处为伊甸园。 1816年1月,玛丽生下了威廉姆雪莱,这年5月,一家三口前往瑞士度假,他们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栋小屋,与拜伦比邻而居。 卡莱尔依旧在,不过她此时的身份是拜伦情妇。 年轻人们每天畅养在美丽的大自然中,草地上散步,湖中泛舟,弹理想,写诗歌,以派岁月静好的理想生活。 可惜,不久天气就变了,接连不断下雨,阴冷,潮湿。 这样的天气令他们十分烦恼,只好坐在屋内的炉火旁,一边聊天,一边读鬼怪小说。 幽灵配冷语似乎在合适不过,等到所有的小说都翻来覆去看完,也讨论完后。 拜伦体育,不如我们每人写一个鬼怪故事吧。 提出建议的拜伦,先写完一个故事,后来他把其中的片段收入叙事师马泽帕中。 诗人雪莱,不擅长编故事,就讲了一个经历充数。 另一位朋友也完成了任务,只有玛丽,一直在苦苦创作。 当时的玛丽还不到19岁,但遗传自父母的天赋,令她善于聆听与思考,假之雪莱无休止地在耳边鼓励她。 她终于写出了这部在文学史上刻下名字的小说《弗兰均斯坦》。 如果玛丽雪莱知道自己被后世誉为科幻小说作家第一人,大概会一脸茫然。 科幻小说是什么?我不是写了一部鬼怪小说吗? 从瑞士回到英格兰后,他们离开了温莎的伊甸园,移居到巴斯,据说是帮卡莱尔隐瞒她怀孕的事情,卡莱尔怀着的是拜伦勋爵的孩子。 看到这里,各位也许会为玛丽松口气,插足的妹妹移情别恋了,世人会浪子回头,安心生活吗? 一则消息从玛丽家中传来,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范尼孤单的在一家旅店自杀了。 在此之前,她一直试图联系雪莱,很显然她疯狂的爱上了世人。 震惊吧? 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,但很显然,玛丽姊妹们都难以抗拒雪莱的魅力。 关于雪莱呢,是先爱上的玛丽,还是范尼呢,学者们有诸多猜测。 据说雪莱频繁拜访各的温家时,已经18岁的范尼与她总是相谈甚欢。 仅仅两个月后,雪莱又迎来一则死讯,她的妻子被发现自禁于海德公园的湖中,据说是被她的新情人抛弃所致。 这样讲的话,似乎与雪莱无关,但我们很难说,一个人寻死是否指引被辜负了一次,还是被辜负太多次,继而对人生彻底失望。 恢复了自由身的雪莱,在妻子去世20天后呢,与幼怀上身孕的玛丽成婚。 玛丽·戈德温终于成为玛丽雪莱。 第二年,玛丽生下她的第三个孩子,同年夏天,弗兰肯斯坦完稿,1818年正式出版,也有中文版的直接译成《科学怪人》。 弗兰肯斯坦讲述一宗科学试验引发的离奇故事, 青年学生用死尸拼凑制造出一个无比丑陋的怪人。 试验成功后,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表示厌恶,迅速地就抛弃了怪人。 怪人努力尝试与人类沟通输出善意,期待也能得到相同的善意和温暖,却总是被厌弃。 于是,她决定报复她的制造者。 这部小说不仅仅情节曲折心颖,且蕴含许多有关人类伦理的思考,因此一出版即引起轰动。 然而,很多人怀疑这并非玛丽所作,而是雪莱代彼,毕竟当时的玛丽不到20岁。 随着雪莱在英国的政治压力与财务压力都越来越大, 他们决定离开,去意大利定居。 先到维尼斯见过拜伦后呢,雪莱夫妇在意大利各处游历阅读写作, 但生活并没有放过年轻的玛丽,她的两个孩子连续夭折。 玛丽无法自控地深陷抑郁之中,即使最爱的诗人也不相见, 只有写作能够舒缓她的情绪。 还好,第四个孩子出生又给她带来生命的希望。 多年后,玛丽回忆起意大利那几年的生活, 说那是一处天堂般的所在。 或许回忆总是会被镀上玫瑰色彩吧。 事实上,玛丽在意大利也不仅失去了孩子, 那诗人呢,总是忍不住爱上一个又一个的女人。 凯莱尔呢,一直陪在雪莱夫妻左右, 她与诗人的关系也是外人难以道明。 无论意大利是不是天堂, 但的确呢,是雪莱夫妇的灵感之地。 诗人和作家都才思全勇,不停创作。 1822年,雪莱意外去世不到一个月前, 玛丽呢,流产。 大量诗学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玛丽呢, 却发现呢,诗人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新情人身上, 甚至写好的诗呢,也不会再寄给她, 而是啊,寄给新人了。 很多学者研究,当时雪莱呢, 已有打算离开玛丽, 但是诗人死了, 玛丽雪莱成为寡妇。 25岁的年轻寡妇生活拮据, 她搬到热纳亚, 帮拜伦转录诗文艰难为生, 最终贫困呢,迫使她回到英格兰, 从雪莱父亲手中拿一点津贴, 但雪莱的父亲一直呢, 不愿承认这位儿媳。 玛丽继续她的写作生涯, 也编辑着雪莱的诗稿, 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, 她与雪莱死前的情人简, 住到了一起。 人们怀疑啊, 玛丽对简也是有点爱意的。 除去与丈夫情人一起生活的这种行为, 实在令人费解之外呢, 玛丽本身也支持同性之爱。 她的好友是苏格兰作家玛丽·多德斯的爱人, 这是一对在那个年代含有的, 勇敢与同性伴侣生活在一起的女性。 而这对爱侣前去法国的假护照, 还是玛丽帮忙搞到的, 日后也对他们连续提供着资金上的支持。 恢复单身后的玛丽自然有人追求, 有当时美国的著名演员及剧作家约翰·佩恩, 但她拒绝了, 她说, 嫁给天才一次就足够了。 玛丽将全部时间用来写作, 19世纪30年代, 她出版了三部小说, 编辑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, 她也不负父亲的期望支持着她的工作, 同时呢, 她继续整理和编辑着雪莱的作品。 1834年开始, 雪莱的试作流行起来, 这位激进世人的才华终于得到应有的承认。 而雪莱作品的出版呢, 也稍微改善了玛丽的生活, 总体而言呢, 仍然很穷, 直到雪莱的父亲以90岁高龄去世, 他们的儿子作为唯一活着的雪莱遗产继承人呢, 带母亲一起住进了父亲的祖宅。 看完玛丽的情感故事, 你是否觉得她在与雪莱的爱情中如此卑微, 实在不配做她母亲的女儿呢? 而事实上, 玛丽一直坚持母亲的理想, 思考和争取着女性的权利, 她为女性杂志撰稿, 帮助那些被丈夫伤害的妇女, 但她一直没有再婚。 美丽又有才华的玛丽身边呢, 一直不乏追求着, 除了刚才提到的美国演员, 还有法国诗人英国政治家等诸多青年才俊, 可玛丽一直谨慎控制着自己的感情, 对水也没有向前迈出一步。 是太爱曾经的诗人始终无法忘怀, 还是不敢再靠近爱情,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 爱情总是令人受伤, 说雪莱成就了玛丽也许太过夸张, 但她一定帮助玛丽成为了我们认识的玛丽, 勇敢、聪明、有文采、有思想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, 感谢您的时间, 请订阅我的频道给我鼓励, 让我能继续做历史类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